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教員很喜歡談競爭嘛 我們常常就會有一些 專家學者會來問我們說 你們學校到底有沒有競爭力啊 我想每一個誠實的人都可以去 發現到這個時代 我們要的不再是競爭而是合作 我舉個例子好了 武漢肺炎 這樣威脅我們的生存 大家要競爭還是要合作 那合作就像要開放自己要懂得傾聽 傾聽的相反就是表達 第一年起他可能就會早上圍圈圈 然後老師就會邀請他分享 家裡發生什麼事 最近有什麼好玩的事 孩子可能會說說他昨天做了什麼夢 他在說的時候可能辭不達意 但就是一個練習的過程 其他人要學會專心耐心的聽 並且給予回應 小一就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他本身是有樂趣的 他不是被要求 他不能打分數的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互相得到成長 那個本身就是最好的鼓勵 這是我生日的時候 孩子們跟爸爸媽媽 偷偷秘秘做的 就是每個孩子會秀一塊 然後有媽媽幫他組成起來 他們有偷偷發現老師會腰酸 就幫我做了一個這個 很貼心 因為爸爸媽媽才是真的 孩子影響最深的人 老師其實是其次 所以如果沒有家長整個的配合 他生活型態的整個的配合 我們學校的工作其實是白費空付的 所以我們必須跟家長一起工作 每週是在全世界的華德國學校 下午都會開全校的教室會 你會知道我在這個教室工作 我很累 可是我跟我全校的夥伴的心思在一起 為的都不是我這份工作 為的是怎麼把孩子帶好 我們從創校到現在 就堅持吃全有機乳餐 包含調味料也是 你就是堅持我要給孩子健康的東西 因為吃進去的東西 會變成小孩的一部分 你怎麼可以給小孩吃不好的東西 如何日章目 探機何下處 誰是旁中村 並六交三口 幹什麼 我學到你何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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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兩日 我學到你何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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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一間台灣是很新的觀念 雖然已經二十年 但仍然很新 他創造的東西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要全面推廣的東西 但他一旦有所成之後 他就應該要往推廣這邊走 游戲結束 我們要回下去 還有誰要分享 這邊是誰很棒 他有很多工作 他有很多工作 私人心學 他應該要回饋到整個社會共好 生命是可以為他相信的價值在服務 他無論透過合作才可以做得到 我們的工作 已經到一段落 倘若我們盡心盡力 所學的將會注入 智慧力量與愛 大家每次都做